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能不能抓到一个机会哦 哎 小跳后后百合折 然后圣龙确认 继续百合折破防 对手不上当 看霸神又抓到一个圣龙葵花 接上一套比赛 圣龙取消 再接一个抄比赛 哇 中间有一套比赛的动作 向前滑动了一下 感觉特别爽这招 十六连之后跳四地 哎 后撤手中券中金 我们来看霸神地步还是被打 安切尔自己把他一把抓住 在对头板面霸神再来个地步 哎 安切尔继续向前都进 勾腿破防 哎 一脚踢到还是挂了 双方继续进入到下一局比拼 这一次就直接杀到肖大神第三个角色了 我们来看金家帆了 这个金家帆才是重头戏 每一次小战天成失利都是被这个金家帆拿下来好像 哎 百合者被迫 现在金家帆给他一套BC连 没有连上 没有连上啊 很犀利 来看霸神快速闪身 金家帆 哎 裸了个大招 这一次就悲剧了 这一局就直接结束了 还一下血 所以我们进行到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战天成第二个角色 这才是他第二个角色啊 看来这一局的这个 赢的距离还是很大的 我们来看赛斯出场 哎 跳周队进攻 后撤一下 切手带磨 来看前方跑跑过去下半两点旋风踢 BC BC旋风踢 连到板边旋风脚 比杀机一脚顺飞 哎 一脚踢到 来一个超比杀机 但是这个超比杀机没有打到啊 打到的话可能这局就完了 现在被赛斯来了一个隐藏 呃 导致他左右 按键已经反了 现在是 你看他根本就不敢动 所以说这个反方向出招的话 真的是爆出 现在赛斯又给他一套BC连 最后使用必杀狂踢对手当步 两个关注再走呗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